2月8日 泰国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枪杀事件 目前造成25人死亡 60多人受伤 据泰媒透露 凶手是一名32岁的士兵 隶属于泰国陆军第二地方司令部 在与警方对峙十多个小时后 于9日凌晨被击毙 其作案动机目前仍在调查 由于凶手对于枪械和射击更为擅长 还曾是军队的射击运动员 因此下属也是相当残忍 专打人的要害部位 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不用来保家卫国 而是危害社会 产生的严重后果则不堪设想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正处于风云激荡转型期的我国 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恶行案件 1988年11月7日 驻湖北湘凡市武警某部 劳改农场看守所战时 少江斌耿学杰 偷留出军营喝酒诉苦埋怨 两人借着酒精返回宿舍 在杀死代理排长后 抢夺五六式冲锋枪两支 两百余发子弹 在许昌一路辗转流窜到 山西陕西四川等地 在进入四川后 两人杀死过往司机和当地商户 抢夺车辆金钱 少江斌 枪法精准 杀人不是一枪爆头 就是一枪穿凶 手段极其残忍 在途经井沿县高凤乡 白岩沟时 两人汽车躲进一处 十栋内 为了抓捕他们 当地政府前后调动 1500多名军警 进行围剿 使用子弹 17000发 手榴弹334枚 40火箭弹20枚 火焰喷射器3具 催泪弹13枚 瓦斯弹9枚 但依旧无济于事 两名匪徒 依托地形优势 让军警付出了 牺牲8人 伤9人的代价 自己却毫发无伤 军警不得不使用火工 将2000公斤汽油 和525公斤柴油 灌入洞穴 最终 两名匪徒 被喷射器正义的火焰 活活烧死在山洞中 90年代的海南岛 也出现了一股 盘踞山区长达5年 作恶多端的现代土匪 从中越边境非法 够来枪支 手雷等军队 制式化装备 公开与当地警方对抗 嚣张至极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伙土匪的头目 竟是我军一名 身经百战的退役侦察兵 还曾因杀敌英勇 立过军功 更可怕的是 由于这一层特殊身份 其极强的战斗能力 和反侦察能力 让当地民警 在抓捕上 面临极大的困难 两名深入虎穴的 卧底人员 被其用反监计残忍杀害 为彻底清剿 这颗毒瘤 维护社会安定 当地武警 大队出动数十名 特战队员 深入丛林 展开剿匪作战 在高科技仪器的侦察下 特战队员 在锁定土匪头目的 秘密藏身处后 迅速对其展开伏击 土匪头目 在身中数枪的情况下 仍拔枪反抗 但最终 对正义的子弹 爆头而死 我们找到了 当时围剿的现场画面 鉴于内容可能敏感 而且太过血腥 就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欢迎搜索 刚与军事 回复土匪 一起看看 中国最大的剿匪战争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